如果你想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 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们有很多豆腐就特别嫩 牛筷子根本加不起来那种豆腐 特别嫩的比较多 所以分木棉跟捐豆腐 木棉的话稍微硬点 捐豆腐的话比较软 所以在日本买豆腐一定要注意 日本有一个菜就是捐豆腐 就是直接放点姜末 滴点酱油就能吃了 是个下一道菜 就配着日本酒味道正体 开始做凶掌豆腐 网友说就把豆腐切成麻将块大小 我这弄不了麻将块 所以稍微大一点吧 好就切成这样 然后弄点那个淀粉 把它那个沾上 网友说要炸一下 但是我就不炸了 我就直接煎一下就行了 豆腐煎好 然后现在把煎好的豆腐出锅 然后再继续起锅加油 一会儿放葱姜蒜爆香 然后接炒 炒的时候放点料酒 来点盐 来点酱油 来点蚝油 好现在兑那个热水 开水 然后把刚才煎好的豆腐 重新放到锅里 一起炖 然后这样你开始上盖焖它 然后又买了两只螃蟹 这螃蟹比我上一次刷的要大了很多 这是大概是500日元一只 两只的话大概是1000日元 1000日元的话大概是60块钱 人民币两只这么大个的 我感觉还算便宜吧 希望没有核辐射啊 现在准备做个清蒸的 一会儿蒸了它 好了熊掌豆腐出锅 我感觉还不错 看麦香不错 我尝了一下味道 也行 感谢网友推荐的 容易好做 好了我们的饭做好了 清蒸蟹 还有这样的饺子 还有一个是熊掌豆腐 这个是那个黄瓜跟那个生鱼片 我闺女喜欢吃的生鱼片 为什么呢 可以在这个鸡花药和鸡花药呢 好 这个朋友们有知道吗 叫叫我告诉我 以后可以闺女解答一下 首先来一个熊掌豆腐尝一尝 我先来一个熊掌豆腐尝 谢谢 咦 你怎么做的 我感觉非常好 熊掌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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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叔叔 你教教我告诉我啊 为什么叫熊掌豆腐 我老婆也问我 突然有问题 我搞不懂为什么叫熊掌豆腐 是不是因为正常的 还说熊掌豆腐 像熊掌豆腐 那个肉的话是熊肉做的 我老婆问我这个问题 有空在下面解释一下 告诉我啊 我爱你 啊好吃 哈哈哈 啊好吃 好吃 好吃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看下一次我跟老婆去抓了螃蟹 有点太小了 所以没有做清蒸的 今天买的螃蟹个时候比较大 所以做的是清蒸的 看来我老婆还是比较喜欢吃螃蟹 以后有空还是多点做一点 清蒸的比较简单 这个季节买的螃蟹不肥 没有那个黄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便宜吧 但吃着还行 我不喜欢吃海鲜 就是因为肉太少了 真的是肉太少了 我老婆今天貌似有点生气 因为今天我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在那哭一直在闹人 所以我老婆又生气的时候 不要想着日本老婆很好 从不生气 我会发脾气啊干嘛的 也有会的 这点是我可以保人生 这个菜容易做 而且味道还很好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个 豆腐的 所以这个菜真的非常不错 如果朋友们就是想有什么好的菜单 分享给我 我会借我的能力 就是做吧 试一试 让我老婆让我孩子尝一尝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视频点下关注 谢谢你的点赞 评论 还有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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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甘然 可 è � Fix 有关